轮胎还能翻新,你有听说过吗?一般工厂都会将旧轮胎收集起来,随后将其磨碎进行化学分解,用于建筑材料中。 但是来自美国的北美胎面公司却不一样,他们会将旧轮胎通过机器将新的轮胎面替换到旧轮胎面上。 这样的翻新方式不仅十分高效,而且成本非常低,如果制作新轮胎要花100块钱的话,那么翻新一个轮胎只需20元,并且质量与新轮胎几乎相同,和想而知,这当中的利润有多可观。 那么轮胎到底是如何翻新的呢?首先做轮胎在进入工厂时,会经过人工和仪器的检查,再确保轮胎外壳可以满足第二次使用寿命后,接下来被送往激光扫描,这是一种激光透明的取草方式。 轮胎在真空环境下会紧固扫描,检测出外部看不到的损坏或缺陷,以及轮胎内部金属线中的一组线,适合翻新的一组线,在热处理过程中是不会被销毁的,在完成这一步骤后,轮胎会通过。 传送带进入封闭的熔炉内燃烧,未燃烧的材料被覆盖,剩下的适合翻新的材料贴上条形码,进入另一台机器中,将多余的碎屑吹掉,驱除胎面。 周围的毛刺,之后工人会根据内胎的类型和大小不同分别归类。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来了,工人在手动检查并修理所有表面缺陷后,会在胎面上涂抹一层粘形专人胶,最后将新的胎面套入旧轮胎中。 此时周围的极光扫毛剂,为确保胎面位于轮胎中心,接着工人通过机器给新胎面,再装上一层橡胶外壳,之后就会被送往高压加压室,其内部温度高达200度,同时压力为每平方英寸88磅。 在这里面轮胎就会被全部流化,三个小时后,翻新后的轮胎就可以收卖了,如果不是专业人士,很难哼变出它不是新轮胎,对于此屏幕前的小伙伴们,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